可能一餐原本要吃三碗饭才会饱 现在可能吃一碗饭就会饱 它会让你更容易的控制你的进食量 适合的部位呢 因为它的原理是借由影响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取量 所以效果一定是影响你的全身 因为减脂需要时间 治疗时间的部分 它每天都 建议治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幸福美学诊所的中继前医师 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一聊 其实我们的医美疗程呢 对于所有的脂肪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不过还是要分辨出脂肪的位置 那所有脂肪分成两种 一种是叫皮下脂肪 另外一种是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长在皮肤下方 覆盖着全身的脂肪都叫做皮下脂肪 那内脏脂肪呢 就是凡指长在我们肠胃到外面 或者长在肝脏上的这些脂肪 都叫做内脏脂肪 其实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一个人有多少的内脏脂肪或者皮下脂肪 但是我们在题外呢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做 就是所谓的pinch test 用你的手指或者夹子来判断出这个大肚皮 到底是内脏脂肪为主还是皮下脂肪为主 不然我们就找一个model上来示范给大家看看 那我们就请到我们这一只阿布来陪我们做个示范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阿布的肚子蛮大的 到底是内脏脂肪为主还是皮下脂肪呢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刚刚讲的pinch test 也就是用我们的手指捏看看 所以我们这样捏起来捏得薄薄的一层 那表示说呢 其实阿布呢 主要还是以内脏脂肪为主 其实呢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种比较专业一点的夹子呢 来看看到底夹起来的皮下脂肪到底有多厚 夹的越厚皮下脂肪越多 这些疗程呢当然可以任意搭配 因为它的功能呢都不太一样 主要还是看我们的目标或者是客户的需求 如果你在意的是皮下的局部脂肪呢 你可能会选择打消脂针 你想要消的是内脏脂肪的部分 那你可能会选择打消脂点滴 你希望控制的是你的食欲 你的每天的进食量 那你可以选择打瘦瘦比 或者是如果你是更年期妇女 那你希望你的代谢稍微快一点点的话呢 你也许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荷尔蒙的疗法 首先我们先看消脂针的部分 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去氧胆酸 它的治疗原理呢是拓外脂肪细胞的细胞膜 促使脂肪组织凋零 那它适合的部位呢主要是局部啦 比如说像双下巴或者是其他身体 你觉得脂肪比较多看起来不好看的地方 都可以拿这个来使用 疗程时间呢它不会立即见效 需要大概三到六次的疗程 那也会建议大概患者一到一个半月做一次 第二个是消脂点滴 它的成分呢是去氧胆酸跟消脂针一样的部分 另外还有多氏磷子氏胆碱 以及这个左旋肉碱 前两项的这个原理 当然就是跟消脂针的部分是一样的 它是破坏脂肪组织 左旋肉碱的部分呢它会帮助你代谢脂肪酸 因为脂肪酸呢要进入细胞的粒腺体去做代谢 必须要有一个腐酶 它才有办法进去 那这个腐酶呢就是左旋肉碱 所以呢左旋肉碱的成分越多在体内 当然你的燃脂的效率就会越高 所以它的原理呢就是它会帮你把中性脂肪跟胆固醇 转换成容易代谢的形式 借此把脂肪代谢出体外 那它适合的部位当然就是你的全身 它可以帮助你把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或者血管里的脂肪都一定代谢掉 消脂点滴的治疗时间呢 一样是不会立即见效 会建议一个月大概六到八次 每次大概间隔四到五天做一次 然后总共进行十到十二次的疗程 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瘦瘦比 它主要的成分是利拉鲁钛 或者是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GLP-1受体促进剂 或者是有人叫它GLP-1类似物 那它主要原理呢 它会延缓你的胃排空 所以会让你的饱足感稍微再久一点点 也许你一天只吃一餐或者两餐就够了 就不一定要吃到三餐 那另外呢 它也会跑到你的大脑作用 影响你的中枢神经 会让你降低你的饥饿感 可能一餐原本要吃三碗饭才会饱 现在可能吃一碗饭就会饱 它会让你更容易的控制你的进食量 适合的部位呢 因为它的原理是借油 影响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取量 所以效果一定是影响你的全身 治疗时间的部分 它每天都必须要打针 建议治疗一个月以上 因为减脂需要时间 所以通常呢 我们会以三支瘦瘦笔来做一个完整的疗程 我觉得是可以的 像168的断食疗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去买一些代餐使用呢 其实都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减重的疗程 所以是可以一起搭配的 只不过呢 在搭配的时候呢 还是建议找一个专业一点的医师 帮你做一些分析 评估一下你这样子做到底会不会有害健康 因为有一些产品呢 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 譬如说麻黄素啊 或甲状腺素 像我个人就比较不建议使用 还是建议找一个专业的人 帮你稍微看一下 评估一下 体重管理是长期抗战 我们也都希望呢 在减重之后 可以永久性的维持我们的体态 甚至达到益瘦体质 甚至饮食自由的境界 可以无忧无虑的吃 所有自己想吃的东西 不用害怕 吃完这一餐就卡路里爆表了 更重要的呢 是你在执行这些医美疗程时 一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适当的运动 以及正常的生活作息 这样呢 才会让你的疗程更加的顺利 发挥更大的效果 也会让你在疗程结束之后 不容易复胖 扔 对不起 再一次 适合的部位呢 这个要怎么讲 全身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